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5 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 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来到第61集邀请到的时候 我一直很想要邀 但是就是没有机会 邀请到建筑师 姚仁喜大原建筑工厂的创办人姚仁喜 在姚仁喜先生面前 我只要讲到他各种获奖的经历 我想应该大概第一段时间就用掉了 可是至少我要说明一下 1997年他获颁台湾内政部的杰出建筑师奖 2007年获颁第11届的国家文艺奖 这也是恐怕台湾第一位 以建筑这个领域作为国家文艺奖的得奖的项目 另外2011年获颁国家卓越建设奖 国土建设特别贡献奖 这些奖看起来都只是服饰的名声 但是它也包含了非常重要的 非常坚实的专业内容 我们到台北非常有幸能够请到姚仁喜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整个的结缘应该要从另外一本书谈起 那就是姚仁喜先生的夫人 姚仁祥他编了台北上河图 曾经给我下了一刀命令 说你要写一篇文章 谈谈你记忆中的或心目之中的 从前台北的样貌 本来只想是写一篇的 可是没想到这一篇写下来 我就觉得我还有很多关于老台北的故事 这也是后来出版了我的老台北这本书 以及开辟了这个单元我们的老台北 在同样的这一本书里面 也就是台北上河图里面 姚仁喜先生有一篇文章 叫城市的协议 是agreement这个协议 提到了姚仁喜先生在年幼的时候 曾经居住的三个房子 以及对那样的房子除了记忆之外 还有一种后日来加以解释 解释之后好像我们不但是 离开了一个很遥远的年代 我们也离开了一种很亲近的空间 好像您先从您的第一个房子说起 那是一个新生南路巷子里的日式小平房 是 谈一谈那个房子 OK 那个房子是记忆里面最渺茫最模糊的一个机器 我大概两三岁吧就搬走了 可是记得就是一个日本平房 室内的颜色很重 都是木头的 因为那时候房子都木头盖的 还有地板 有地板的 日式房子就是光线都比较暗一点 有点间接这样子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个玄关 就是室内跟户外之间 有个换鞋子的地方 玄关一定是你可以坐在上面换鞋子 所以室内跟户外高了大概差不多三十公分吧 三四十公分 所以玄关是一个凸起的一个构成 玄关是平的 可是上了玄关进室内以后就是高起来 所以正好是一个很人性的空间 可以坐在那里换鞋子 同时也是我跟我大哥我哥哥 坐在那里等爸妈回来的地方 是摇人路 摇人路对 他是你的大哥 但是好像他会在你面前哭 因为爸爸妈妈没回来 是不是 你还安慰他 我们互相哭了 就是反正一个人都不能哭 另外一个人哭的时候 然后另外有个小小的院子 就是日式的房子大概都在这个 从巷子进来总有一个小院子 印象深刻就是跟邻居一个叫阿毛的 那个小朋友 从来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面 以后也没见过 以后也没见过面 如果他正在听收音机的话 看看他不能出现 我们就在那里丢球 就是我丢过去 他丢过来 隔着隔着两家之间的墙 那个围墙好像也不高 不高 现在看起来当然不高 小时候觉得很高 不日式的房子那个高度 就是我为什么提到说城市的协议这个概念 因为这是美国的建策大师路易康所讲的 他说街道就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agreement 那你看这个像欧洲以前的城市的街道 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歪歪扭扭的 那个是不是都市计划画出来的 那是人们这样一直盖一直盖 一个协调之下就盖出来的 我们也并不太能细腻的知道 那个协调的动机 或者是各个人不知道 对那就是一个文明的过程 那日式房子那个围墙 大概我想差不多大概一米六左右 一米六七左右 五尺半 是是 所以你平常走过 你不会看到人家家里 是 可是必要的时候 你踮起脚来是可以看到 没错 你要你要找人可是找不着 他没听见你叫门或者是什么 对对 那就得踮起脚甚至要趴一下 是 所以那个尺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跟人有关系的一个尺寸 是 那对我们小孩子来讲 在那里丢球是好玩极了 可是就是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 这是很精彩 而且很迷人的一个场景 但是这是第一个房子 这一房子好像你后来的回忆之中也包含了某一种特殊的精神方面的意义 尤其是人跟陌生人或者人跟邻居或者人跟路人 是 谈谈这方面 是 因为日式房子虽然很简单 可是它的空间层次很多 嗯 就从马路从院子从玄关一直到室内 是 是一层一层有它特殊的功用 然后一排排起来以后互相之间也有关系 我想如果大家年轻一点的朋友不知道这些房子长什么样子 嗯 有个最棒的电影就是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 他里里外外都拍是非常好 他还有他拍他童年的时候翻墙出来 是 这可以证明那个 那个墙不高 一下就可以翻出来 而且他应该就是在一个私密的家的空间 跟这个都市或者跟社会 是 中间还有一段好像看起来又公又私的领域 是 这一点你在文章里面写的非常动人 另外还有外婆家 对不对 你的外婆家是好像这种台北有很多尺度的街道升级 对 对 外婆家 外婆家 九条通 九条通也是一个日式的 日式房子 是类似的 也是一个小墙一个院子一层一层的这样子 文章里面提到了好像跟东京的青山有一些联系 东京青山区我比较熟一点 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地区也有 可是我很佩服东京的都市计划就是他们在这些老区域里面就维持的那个老区域的尺度 嗯 所以现在在里面走那种巷弄的空间感 不会被告到大家忽然长出来而取代 那也有一些老房子还维持着这种矮墙 院子 甚至很好的树这里头 嗯 也有一些房子是改建 可是他们的改建就是一个一个小房子改建 嗯 所以你改建以后那个尺度还在 是 所以我觉得 很喜欢特别青山的那些 呃 或者表山道后面的那些巷子里就是 你看到一个城市在成长 可是你看到一个城市的历史在延续 而且他不是把旧的东西经过一番翻新之后 变成一个新的建筑 是 好像他还特别的是要 我比如说像青山 他那个老公寓很窄很窄的楼梯 但是每一个小单位都是一个现在正在创造新的商机的人 是 他的打拼他生活的地方 这个这个生活在历史场景里面的 是一种很惊人的和谐 是 是 好 这只是你的第一个房子 第二个房子 谈一谈 是 第二个后来就搬去了南京西路圆环边上 是 这一栋应该叫做街屋了 就是 townhouse townhouse 它是一排的 那事实上也总共只有两层楼加上一个小阁楼 嗯 那我们是住在二楼 一楼是开店 一个游行 我记得 哦 所以不是 不是家里的人开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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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分别的 嗯 那那也不是我家的 那是我的妈妈的干妈的房子 所以我们跟她住在一起 是是是 可是我记得你形容过很长是不是 那个有点像日本的艇屋 就是前面做生意 比那个还长 还有二十几米说是 对很长 尤其小时候觉得从头走到尾 有很多捉迷藏的活动可以进行 我在圆环附近的一个这样的房子里面被两个小孩 因为我妈妈忘记关收音机 她要坐公车再回家辽宁街关收音机把我留在那个店里面 那个店里我还有两个小朋友比我还小就把我带到最里面 吓死我了 而且里面真的有个老太太 讲的是我听不懂的话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侵入了他们的司令 是是是 很恐怖很恐怖 是很恐怖我可以了解 现在在迪化街那一带还可以看到很多是什么 就是挺屋 就一进一进的 可是我们我住的那个没有一进一进 就是一长条 一进家里就要从巷子里面爬一个很高的楼梯 木头做的楼梯上二楼 是 那我们家的小孩每一个都 从经从楼梯上面滚到下面 是 当时据你的回忆里面好像家人 尤其是母亲对小小朋友的照顾是无为不至的 是 而且随时都会念到的是小心 包括安全或者功课 非常保护的 但是并没有变成一个妈宝 没有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同样的是无为不至的照顾 同样的是 比如说你的能够活动的范围 好像并不太远 是 特别是我了 我小时候因为病得很严重 气喘病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 生病在家不太能上学 你吸到了一个窗子 常常从外面 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窗台上 有个铁栏杆 扒着那个铁栏杆 看着世界在街上演变 那是一个非常愉快 我后来会很喜欢电影 可能跟这有关系 基本上就是街上人很有意思 各种那时候的马路 南京西部那时候很窄 然后也没什么车子 都是脚踏车三轮车 是 那个年代 所以你是1949年出生 51 51年出生 那差不多你刚描述的这个内容 应该就是54年55年左右 556左右 那个时候街上经常有 我到现在我都还有印象的 就是七爷八爷 七爷八爷 对 走神将 想讲这个 你讲一讲 七爷八爷是很精彩的 就是庙会啊 七爷八爷啊 那七爷八爷当然看起来还蛮恐怖的 可是又很好玩 因为会有很多人放鞭炮啊 然后另外一个特别的场景 到现在还记得 就是淹水 台风淹水 淹水会淹得很厉害 一样个半人高 对 淹完了以后 很多人会跑出来 就裤子卷起来 或者甚至拿个门板 当船 所以这整个街道是 比现在的街道精彩多了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很可能是葛勒里台风 英文应该叫Gloria 那个台风 一定有一次应该是那个 是 因为你这是在 陈安西路的 我们在 我在南京东路的三段 就是辽宁街口这边 后来家都不能住了 因为太危险 一楼啊 就平房嘛 是 不过你还提到了 在街边捞鲸鱼的故事 是 整个街边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行道了 就晚上就变成一个夜市 尤其是圆环边上 是 那就在我们窗户楼下 就是一个捞鲸鱼的一个摊位 那一次两毛钱 拿一个那个薄薄的宣纸 其实捞一下就破了 几乎捞不到的 偶尔运气好的时候捞一两条 在家人的饮食 尤其是自己有厨房 好像你也描述到 比如说 曾祖母做粽子 是 那个洁庆的气味 会从那个粽子的挂在竹竿上面 慢慢的熏染开来 是的 后面 我们虽然在二楼 后面有个像一个露台 阳台 比较大的一个平台 那反正快要端午节 之前可能两三个礼拜 他就每天去坐在那里 开始包粽子 那我们小孩回家 上学回家 就跟着他那里玩 他总会也教我们包 可是到现在我还不会 不会的 那就会挂在那里 然后另外 我想以前有个习俗是 要拜 台湾话叫成墓 就是床母 床的女神 大概是这个意思 床母 那就会摆 这个所有的供品 大概都是吃的吧 可是床母 好像要摆的比较低 所以我记得 是摆在差不多床的那个高度 可是是在后院 后面阳台 在阳台上 听说有一次我回来 上学回来 回家以后 看到那么多食物 我就搬了一个椅子 坐在那个前面 把它吃光 那是第二个房子 但是应该是比第一个房子 有更多的印象 记忆非常丰富 如果是在南京西路的 这样的townhouse的二楼 你和这个城市里面 感受到的 日后回想起来的 agreement会是哪一些 是 我觉得比较强烈的空间 agreement有两个 一个是 我们正好是在最旁边 巷子边上的那个单位 所以 侧面也是 对回家就走那个巷子进去 那那个巷子 是去上学的一条巷子 是 就走那个巷子 就到蓬莱国小 去我的学校 是 那个巷子也很精彩 就是歪歪扭扭小小的那种 自然生长出来的巷子 可是里面什么都有 有木工店在做桌子 各行各业都有 有卖那个昂阿飘的 那个纸牌的 有医院有什么 各什么都有 所以光走那一段 每次都觉得像一个冒险的历程 是 然后走完了巷子 就到一个池塘 然后才是大马路 才到学校 充满了新鲜的经验 对 那另外一面的 就是那个窗户外面的南京西路 那个是一个比较 对 那时候的感觉是一个 比较大镜头 大场面的一个城市的面向 跟那个小窗子看出去 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空间的感觉 一直留在我心里 在你刚刚讲的蓬莱国小 我有一个蓬莱国小的朋友 可能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 比我大大概三到四岁 他叫林光瑶 我认识遥远的瑶 这个字 就是因为他的名字 非常会画画 当然这是小时候个人的经验 跟城市稍稍有一点远了 不过你在文章里面 曾经提到这一点 你说每个家 跟这个城市的界面之间 有一个安全的观察所在 而且这个内外之间的场所 是有区隔的 这种空间你说极其重要 它是私密范畴和公共界面的 范畴的一个过渡 我们今天不管是住在 mansion里面 apartment里面 或者说刚才那个townhouse 你觉得有那么细腻的去处理 公共和私密范畴的界面吗 我必须说我觉得在台湾这几年的住宅的发展 这一方面是特别少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特别专注要把自己的范围弄得很好 而且对于住宅尤其是所谓的豪宅 保护性多于开放性 所以就是像一座一座的城堡 而不是一座一座想要跟其他人沟通的 沟通的一个单元 也就是说丧失了主动表达沟通意愿的这种象征 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变得比较沉默了 可是我们常常去 比如说去不管去欧洲 比如说马德里 巴萨罗马 你看那里的房子 比如说阳台很大 人们会坐在阳台上 看到隔壁的阳台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因为它有一个界面在那里 我们这里很少有这样子 越来越少 我甚至会觉得我住在山上 可是我有看到了某一些邻居的非常漂亮的处理 他们的庭园跟房舍 但是都是在侵占自己家里拥有的 不是别人家的 那就违法了 都是在侵犯自己的庭园空间 尽量的想办法把某一些建材遮挡住室内的 结果房子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但是它大不了一二十平 可是我觉得台湾好像很流行这个习惯 您也提到了天际线 而且提到天际线基于更复杂的 也就是这个建筑法规的服从 而天际线变成非常单调单一化 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吗 是 这个牵涉到都市计划 我想就回到刚刚讲 像东京的这个青山啊 表山道后面这些小巷弄的空间 他们的建筑或者说容积率就规定 只能盖个五六层楼 就是有一个低矮的尺度 所以跟那个巷弄的空间 可以持续的一直维持着 不管你怎么改建 我想台北您一定很清楚 像青田街啊这些地方 当年都是很可爱的 跟我在讲的表山道什么这种 很像 小空间 小空间 可是我们的都市计划就会让 高楼从里面长出来 所以开始长出来以后 那个尺度就破坏掉了 尤其是现在的高楼都封闭式 就是一楼 你看不到里面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些尺度就会被破坏了 那我想我们的都市计划的问题是 一个比较平面式的想法 就反正商业区就是 多少的容积很大的 住宅区就是多少 是他在那个规矩里面 对 很少说 比如说 绿水街啊 什么青田街 这边应该维持一个低密度的 因为大家都不同意 地主也不同意 对啊 大家都会不同意 访问的是姚仁喜建筑师 我们的老台北 我们的老台北单元 访问的是姚仁喜先生 他是姚仁喜大圆建筑工厂的创办人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 他在小的时候曾经居住过的几栋房子 其中几乎每一栋都能够唤起 我们对于儿时第一次接触到 当时还不知道叫天际线的 这么样的一个环境 而这样的环境不但消失 或者说不但让人觉得非常可惜 另外他好像还是具备着 这个城市在过去几十年来 发展的某种性格 但是他究竟如何造成的 除了建筑法规的矮板之外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我想是房地产的蓬勃 我一直觉得在台北 大家对于房地产把它太看成财产 而不是看成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想我们应该多放一点生活空间的 这个做料在我们的住宅里面 否则住宅都变成几乎很像 那个标准的房地产的平面 然后整个造型 整个外力面也都是很像 他也恐怕不管是豪宅 或刚才提到的各种 比较能够换算成金钱价值的 这种房屋形式 多半都是会一窝蜂的就盖起来了 而且个人的生活追求 好像不在考虑之内 是过去比较少 不我想以现在渐渐看得出来 年轻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比较多了 所以希望我们的下一轮回 下一坡的这个住宅的空间 可以变得更有趣 听说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有钱人 喜欢住的是那个坡贵屋还是什么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带来正面的 这个美学观 不过那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房子 是你在三岁以前两三岁以前 以及两三岁到初中之间 初中之前 小学的时候 小学 彭莱国小 那么到了上初中 好像全家又搬到了父亲的台湾银行的宿舍 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形式上好像叫美军宿舍 对对我父亲在台湾银行服务所以我正好我上初中那一年上成渊中学 的时候他我们就全家搬到现在的花博那个地方 就是以前是周三北路三段 对对以前的美军顾问团的隔壁 那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美式的这个别墅 事实上就是木头盖的一些 他跟日式的townhouse有什么样相似的地方 第一个洞距很大 比较大 一栋一栋 独栋 日式的在台北大部分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 但是它是联动的 对那美式的是院子不围起来的 就我家跟你家就是看得见 所以美国人是这样过日子 要把自己的草地整干净 顺便题外话问一句 是不是50年代美国人开始在suburb的地方发展出来 对对对就是 所以那也在台湾盖出这样的房子 你在当时也很新呢 当然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兴奋 哇住洋房了 那个叫洋房 而且有这个独立的厕所在房子里 房子里面 是 我记得不想会讲太岔开 我的老师汉宝德先生 说当年他在成大建筑系学设计的时候 大二的第一个题目通常都是设计一个小住宅 全班只有一个人及格的分数的第一名 是一个香港乔生 因为他把厕所放在屋子里头 其他人都觉得毛房是在外面 所以我那时候住进所谓的美军宿舍里面 就是哇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不得了了 是一个有院子 有每一个房间都有窗户 而且都很亮 是 的一个house 但现在看起来是小小的 还是小小 可是我顺便插一个嘴 就是在你住进了房子里面有厕所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家也开始改了 有厕所了 在此之前 我们家的厕所是在龙江路的路边 它是一个木头造的 但木头顶 但是是水泥墙 或者是砖墙 反正涂上的水泥 在里头大小便 全村的人都都在那里头 公用的 公用的 但是那一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大概就是你上初中的时候 好 然后呢 那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所以比如说这个 它是一个小社区 是一个小社区 大概20户左右 围墙围墙围墙 我父亲会在小院子里面弄了一个棚子 就种葡萄 我不晓得为什么种葡萄 都种了 我们家也种了 你们也种葡萄 对 然后要到外面去 有个热水炉去放柴火烧热水 这个我没有 我记得文章里面提到过 你自己给它砍柴 砍点消柴了 就是帮我 那时候稍微大一点了 所以帮忙妈妈做点事情 是 然后有餐厅 有客厅 有房间 因为以前在像街屋里面 事实上就是一大间 床也在那里 客厅也在那里 补席也在那里 是 全部在同一个小小的space 所以那一阵子是觉得 好像真的住到一个房子 而且它有一种异国情调的 因为是老美盖的 是 这是算宿舍就是 宿舍 事实上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阳明山的 赖神山 那一区 是不是 现在叫做文化保存区 可是我必须在这里说 那个一点都没有保存 所以房子都在 可是样子都变了 跟当年的美军做那种 Shingle 就是木板 鱼鳞板 鱼鳞板 是的 对那种 然后漆成 白的 白的 也有漆成暗红色的 就是美国人的颜色 台湾人不太会漆这种颜色 就是一个很羊的感觉 虽然破破旧旧的 不过是一个羊 羊味很重的 是 在之后你中学念完 家是不是还在那地方 但是至少你个人出国念书 到了伯克莱是吧 那那就真的看到美国房子了 真的看到美国房子了 你怎么比较的 当然美国大很多了 然后环境就是街道啊 人行道啊 车子啊 什么都是比想象的不同 60年代的台湾 如果就你的记忆来讲 告诉一个现在五岁的孩子 不管是城市 或者是接近这个suburb的这个区域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这是一个缓慢的城市 60年代就是我的初中高中时期 我住在原山那个美军宿舍 是 是放双手骑脚踏车去成员上学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 马路上交通危险 这个概念 是 然后当年去建中上高中 也是坐着公共汽车 要坐还蛮久的 走一大段路 再到南海路 是 所以那是一个缓慢的城市 最热闹的地方西门町 也是都是两三层楼的房子 然后我常常去看画展 是 金宫画廊 是 然后没什么冷气 那时候 所以我很喜欢去 你也不太会觉得 建中旁边 建中旁边有个美国新闻处 是 那里面有冷气 那里面还有最新的杂志 今日世界 对 是不是今日世界 今日世界是洗脑我们的一个杂志 对对对 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 能够分享 今日世界这个阅读经验的 虽然我不是建中的学生 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 王道环 他也是 随时就 跑到隔壁 看看今日世界 同时非常欢心的 接受美国人对我们的各种洗脑 不过 在这个 我们现在讲全球化的时代 有很多地方所谓的特色 不管是建筑本身的 或者是城市规划 都慢慢的抹灭掉 你的文章里也说 城市的样貌也是这样 快速兴起的房地产 常常是城市特色的最大的杀手 如果有机会 让你在刚才提到的那个缓慢 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下 还要回来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想当然 最好是希望它可能 我们老了 我们自己慢了 我们也慢了 不过我觉得台北 这十几年来 我会说十二年 十五年来 是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城市 就人也变成比较优雅 比较不那么焦躁 汽车也比较不按喇叭 也让行人过马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sign 我想也可以在许多小街小巷里面 看到年轻人自己开的咖啡厅 餐厅都蛮有意思的 慢慢的这种意识起来 如果能够再扩大到 比较公众的 公共的场域的话 我想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好 因为人好 这很重要 访问的是姚仁喜先生 他是姚仁喜大原建筑工厂的创始人 1951年出生于台北 1975年东海大学建筑系的毕业 之后在1978年 加州伯克莱分校的建筑硕士 在我这一节里面 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 我一直听说建筑没有博士 有 如果你是走学术路线的话 比如说你当教授 他还是有 有 可是如果你走专业 就是做建筑师的这个路子 大家大概都是念到硕士 去走所谓的professional degree 待会我们来谈谈设计建筑和实物 进行的单元 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是第六十一集 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建筑师姚仁喜先生 他是姚仁喜大原建筑工厂的创始人 接下来的这个十多分钟的单元里面 就要回顾一下 他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当然就业的时间更久了 但是从1999年设计台湾高铁新竹站 让人叹为观止 耳目一新 这恐怕是极具里程碑性的一个设计 谈一谈你的设计的概念跟元素 高铁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我们也去参观了很多国外的高铁的设施 我接到的是要做新竹站 所以我们在想说不只是做一个科技上能够适应这个新时代高铁技术的一个站 而且想办法把新竹的一些风土人情文化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那个大屋顶有一点像被风鼓起来的一个帐篷 一个形状 因为新竹风是很有名的 然后加上新竹的高科技环境 所以整个空间是非常未来性 可是又加上了一些新竹的客家的元素 这个在地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玻璃工业等等 所以那个玻璃工业是在地 有一点科技跟人文的这个整合 如果说要追寻单一作品 我们就拿新竹高铁这个再来当例子 他跟过去生命经验里面的哪一些比如说你的讲究 或者你的创作的习惯是有关的吗 我想一定有关就是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 包括我非常正面的说法就是喜欢 背面的说法就是被控制 就是我喜欢几何的次序 所以我的建筑上大概那个几何的强度很强 所以这个是习惯 所以所谓的几何这个对我而言 好像跟这个伊斯兰教的那种几何 方的方圆的圆 三角的三角 是这个理解的 就是秩序感 接近秩序感 现代建筑是一个算是一个派别 也是对于这种几何很讲究 那几何很讲究的背后有一些道理 就是它有一种次序 它有一种跟生产的工业化的这个概念 就是规格化标准化 它一次就是量就比较大 就是如果说 对有这个概念 可是像比如说伊斯兰建筑物 它的数学非常强 所以它的不管是从建筑物本身到装饰品 都是数学的 相对的另外一个例子 宜兰 宜兰的南洋博物馆 这也差不多是这个时期 就稍晚几年开始做 一直做到2010年 它也是具备着 您刚刚提到这样的元素 是 也是有在地的这种单面山 单面山 对 然后南洋的山平原海 一直到贵山岛 这整个系列中的一个小角色 可以这样讲 就是南洋博物馆 经过了 现在算起来已经有20 将近20年了 它就融入那个环境融入的蛮好的 就是觉得整个空间 整个大镜头是非常OK的 是 还有两个我特别想问的 其中一个是水月道场 这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画面 可以解释一下它的设计概念吗 是 我喜欢说水月道场是 已经原籍的圣言法师 他想要做一个现代的禅宗寺庙 所以就找我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问他说他要做成什么样子 因为没有这个潜力可学 现代的一个禅宗寺庙 他就给我的六个字 就是水中月空中花 那我就抱着六个字回去冥想 所以现在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建筑 前面有一大片水 倒影在上面 风在吹布在动 影子在动 也许有一点点传达的 圣言法师讲的 当时他怎么说 他就讲 后来很可惜他 没有看到完成 就原解 图应该看到 图有 他先是跟我说 我问他说什么样子的时候 他说 人许我在定中看过这个饰宴 定中 在入定的时候看到了 那我就跟他说 法师可是听说入定看到的东西 没有办法用语言讲 所以你跟我讲这个 没有用 他笑一下 他说对 你讲的没错 不过我尽量说 他就说了那六个字 水中月空中花 在职业的生涯里面 也有很多是跟公共建筑有关的 包括故宫南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载体 而且他负担的这种文化展示的任务 又好像比士林故宫博物院 还要复杂一点 在意义上怎么去掌握故宫南院呢 故宫南院也是一个 我想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就是我们从当年 这个做成一个 类似古典 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子 虽然很多人批评那个样子 不像真正的中国 经典的所谓的宫殿建筑 不过至少是那个意思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 经过这么久以后 故宫想要在南部做一个新的建筑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挑战 就是当然我们不会继续去做这个 所谓的宫殿式建筑 可是用什么形式来传达 至少要传达某种文化上的意义 跟那个历史是有个对话关系 是 所以我想到的是一个比较简约的这种 中国书法的这个三个笔触 就是浓墨非白跟渲染 用一个流线的这个形体来把这三个意境 用建筑来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样至少可以联系上 我们在谈的这个文化也好 艺术也好的一个精神跟一个传统 刚才你说跟幼年或者是跟童年的某一些教养 或者是这个生活内容必定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成长到多大年纪 总还是会回头可能去找寻 那个对我们有用的 或者是对我们挥之不去的影响 如果让你回头看看台北市这个城市 对你最有影响力 或者是在创作上最有感染力 是哪个阶段 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 我多说一句 好像你翘课去玩电影 是不是 翘班 所以说 是我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 不过我想很多人 一般大家应该都有一种所谓的影像记忆 就我们对于文字可能有记忆 对于声音可能有记忆 可是我相信影像记忆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影像记忆 如果再扩大一点就是变成一种情境的记忆 比如说我很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的生日 我很小 家人就我父亲母亲跟我哥哥 四个人围在一个那么小的太高 前面点满了蜡烛 那个几乎是我小时候印象里面非常温馨的一刻 那个不只是那个 你刚才比这个手跟个馒头差不多大 光线那种气氛的那种新的交流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情境的记忆 那这种情境的记忆事实上 如果你是一个创作的人 比如说像我一样做建筑的 有意无意之间它会变成一种滋养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教过学生怎么做设计 尤其是也带过那种从来还没学过建筑的 花这个三四天来做一个设计 那有一个方法当然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学要来的 就是一开始让大家去回忆这种情境空间 比如说也许记得小时候在哪个 什么样的光线 什么样的空间底下看书 有那种印象 先把它写下来记下来 然后再利用这些去创造一个自己 想要住的一个房子 它是很多所谓的英文讲叫做pattern 很多pattern language 很多这种模式的情境跟空间结合来凑起来的 很多人都做出很棒的方式 就三天从来没有学过建筑 那所以我相信这种东西如果把它激发出来 会对于创造有保障 我相信是如此 有一句英语的slang You'll never know where education stops 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很多人 可能会受到刚才提到的这个pattern的影响 或者是启发 非常感谢姚人喜建筑师 我刚刚提到他得奖无数 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 他能够把生命之中绝对不能够抛开的某些情感 在一点一滴的在生命的继续延展的过程里面 再重新使回来丰富他的创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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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告诉我 告诉我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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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人类还没有绝望 告诉我 上帝也不曾疯狂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有人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有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告诉我 都是不是了流浪 告诉我 这是我居住的地方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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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待会的未来 我等待会 我等待会的未来 我等待会 我等待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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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待会的未来